荷蘭隊以拳力打攻下一分 綜合隊的一個懷疑顏色 而打出拳力打的就是 最年輕的楊仲壽 這個時候如果還有人在批評 楊仲壽的打擊不好 這個時候可能全部的話 通通要噴回去 前面幾場確實是表現不在底下 但是我想接下來即時發揮 那就夠了 對 我們剛剛才說 希望他能夠即時發揮 這個即時真的是夠即時 這支拳力打也幫助中華隊 將幾分給扳平了 我們看到這個楊耀勳 是出來把他頭抓了半天 這一球值得大家一看再看 打出去連楊仲壽自己都知道出去了 這一球就是扎扎實實的一支拳力打 也真的可以說讓他一吐怨氣 之前打的打擊上不好 手臂上還有失誤真的是蠻多人 中華隊輸球都有些人會怪到他頭上 不過這支拳力打應該可以讓大家注水